我想指出的是 美方一方面 渲染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 一方面又表示 无意同中国冲突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 同中美元首恢复的精神不符 也难以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 如果美方 真像其声称的那样 要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话 就应当切实尊重 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 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 拼凑小圈子 调动集团对抗 就应当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